中缅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标志性重大战果 白索成、白银仓、魏怀仁、刘正祥、刘正梦、徐老发等10名缅北重大犯罪嫌疑人被成功压戒回国 洞见历史人物 品熙世间百态 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2023年11月16日 据公安部官网消息 缅方11月15日夜组织对明学昌抓捕 期间明学昌畏罪自杀身亡 明国平、明橘兰、明珍珍三人被抓获 这标志着明家彻底覆灭 2024年1月30日 白索成、魏怀仁、刘正祥等年北国感电诈犯罪集团重要头目被压戒回国 也标志着缅甸的其他三大家族 白家、魏家和刘家的覆灭 当晚 随着一架中国民航包机降落在云南昆明长水机场 缅方移交的10名重大犯罪嫌疑人被我公安机关成功压戒回国 此次行动是中年两国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标志性重大战果 充分彰显了两国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共同携手维护安全稳定秩序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 长期以来 年北国感自治区以白索成 魏怀仁、刘正祥、徐老发等为首的多个犯罪集团大四组织开设诈骗窝点 公开武装护炸 针对中国公民疯狂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 诈骗数额巨大 同时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种严重暴力犯罪 犯罪情节极其恶劣 社会危害极其严重 人民群众生物痛绝 在掌握相关犯罪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 2023年12月10日 我公安机关对白索成等10名缅北国杆自治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重要头目进行公开悬赏通缉 在外交部和我驻缅大使馆大力支持下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赴缅甸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 工作组与缅方进行多轮会谈磋商 就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全力击补并移交电信网络诈骗集团重要头目等达成一致意见 随后 缅甸警方陆续抓获了我公安机关公开通缉的白索成 白银仓 魏怀仁 刘正祥 刘正茂 徐老发6名犯罪嫌疑人 白银蓝 魏荣 魏清松 刘机光4名犯罪嫌疑人再逃 1月30日 缅警方决定将到案的上述6名犯罪嫌疑人以及我公安机关前期向其通报的另外4名重大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 当天 公安部组织云南公安机关民警赴缅甸执行包机押借任务成功将相关犯罪嫌疑人押借回国 公安机关有关负责人表示 未坚决彻底铲除缅北受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毒流 公安部与缅甸警方持续开展执法安全合作 云南公安机关不断深化与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的边境警务执法合作 在前期持续不断打击下 截至目前 已有4 4万名缅北受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 其中幕后金主 组织头目和骨干 171名 网上再逃人员2908名 有力打击了境外诈骗集团的嚣张气焰 打击工作取得历史性重大战果 回国后 白索成等10名犯罪嫌疑人将面临严格的司法程序 接受法律的制裁和审判 相信在法律面前 他们将不得不为自己的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国赶王白索成 他曾经是国赶同盟军的副司令 后来背叛了自己的老大彭佳生 与缅甸政府军联手 掌控了国赶自治区 他的家族是国赶四大家族中最强大的一个 搞赌博 电诈和房地产 成为了缅北的富豪 他的子女也都参与了犯罪集团 被缅甸政府和中国警方通缉 白索成出生于1950年4月 国赶红颜 他的父亲是白光华 母亲是张凤果 他的家族是国赶地区的汉族 与缅甸政府和其他民族有着深刻的矛盾和冲突 白索成曾经在东北军区任过班长 台长 连长 4046营长 883旅副旅长 912师副师长 国赶县大队政委等职 他是一个有着丰富军事经验和政治头脑的人物 其大儿子白英能 是缅甸国赶地区拱发党书记 缅甸国赶自治区行政管理委员会委员 缅甸国赶地区果文校友会会长 但其实 白英能的主要工作 是执掌着白家最大的产业百胜集团 是该集团的董事长 百胜集团表面上从事酒店 旅游服务业 但最赚钱的 其实是赌博和色情行业 其长女白英香 公职是缅甸国赶慈善基金会负责人 妇女会主任 但却从事毒品加工和运输 还涉足色情行业 四女白英蓝 又名白英亭 李孟娜 就是这一次被通缉的白家四个女儿当中的唯一艺人 她是白家的百胜集团董事 新百利集团董事长 据称是白家现在的掌舵者 其次女儿白英改 第三任丈夫是浙江温州人曹强丽 这个曹强丽 是电诈分子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她早年偷渡到国赶之后 成立电诈团伙 很快积累了上一身家 于是认识了白英改 后来与其结婚 如虎添翼 电诈业务急速发展 专门建设了电诈园区 成了国赶地区最有名的所谓企业家之一 只有她的三女儿白英平比较低调 少有报道 由此可见 白锁成家族是党军政大权在握 因此成了势力最大的第二代国赶王 成了国赶王的白锁成 开始利用自己家族的势力 大肆谋取私利 而最主要的手段 大多都是灰色产业和黑色产业 魏怀仁 魏怀仁是魏超人家族的核心人物 他是魏家负责人魏超人的弟弟 魏超人家族之所以能发家 主要靠着魏怀仁手中掌握的一个边防营 这是魏超人家族产业的基础 现在随着魏怀仁被抓 彻底动摇了魏超人家族的根基 也基本上宣告了魏超人家族的覆灭 刘正祥 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刘阿宝 是刘阿宝家族的负责人 刘阿宝家族掌握的主要诈骗集团 叫福利来集团 这个刘阿宝正是该集团的董事长 而与他一起移交我方的刘正茂 正是该集团的总经理 福利来集团 这两大核心人物落网 也宣告了刘阿宝家族的负 魏戎是魏超人的女儿 是魏家电诈集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长得也是貌美如花 别看这两人长得貌美如花 实际上他们都是 缅北电诈集团的核心成员 刘正祥的儿子刘基光 弟弟刘正茂 此次一并被通缉 两人分别在福利来集团 担任执行董事和总经理 儿子刘基光 同时在政府任职 为国感自治区卫生局局长 相较于缅北四大家族 中方通缉令中 还出现了一位公众较为陌生的通缉人员 徐老发 又名徐发起 其为国感西山区茶子树香香长 同时是圣元集团的老板 2021年12月28日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增公开审理 一起涉及33名犯罪嫌疑人的诈骗 偷越国 编 禁案 诈骗集团 圣元集团当时急露出水面 据法院审理查明 2020年3月至7月间 被告郁某某等人以圣元集团的名义 多次组织或缩使他人偷越国边境 并长期以缅甸国国感老街一大楼为窝点 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 利用手机 通过抖音 微信 钉钉 异信等聊天软件 以交友恋爱的方式 诱骗多名女性被害人使用虚假网络平台进行所谓的充值投资 金查明 该犯罪集团骗取20余名被害人 钱款600余万元 如今 这些犯罪分子们的奢靡挥霍显然已经到头了 打击缅北诈骗取得了全面胜利 犯我华夏者 虽远必诛 缅北被通缉的10个人 全部被移送中方 看来能从百锁城等人口里了解清楚整个脉络 缅北的大结局还差4人 咱们公安部第一次正式公开悬赏通缉电诈 这四大家族的明学昌等人到明学昌等人落网和自杀 用了不到10天 这一次百锁城等人从被通缉到落网 用了40天时间 不仅显示了虽远必诛之的天威 而且这效率绝对算得上是立竿见影 不过有个细节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就是这次落网的10人和40天前 咱们公安部门通缉的10人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几个被通缉的家族最大头目都在其中 但另外有4名落网人员和上次被通缉的人员不一样 也就是说被通缉的人当中 目前有4人仍然在逃 缅甸方面拿了另外4名咱们前期通报的要饭来临时凑了10人 那在逃的4人 这次也被咱们公安部门点名了 他们分别是白英兰 魏荣 魏清松和刘基光 大家一看名字就知道 这4人是前面那些落网头目们的子女晚辈 那问题来了 这4名人员真的是在逃吗 还是缅甸方面故意没有交人 回答这个问题不难 咱们看看这些人是从哪里被带回中国的 大家知道 1月4日 国赶老街米线沟的6名准将向同盟军投降 1月5日 也就是1027飓风行动的第71天 老街解放 国赶彻底光复 而在这之前的一个多月里 老街一直处于被围攻的状态 那句缅甸媒体爆料 就是在这期间 被咱们公开通缉的白索成 魏怀仁 刘正祥等10名重要头目及其家属 陆续搭乘缅军的直升机转移到了南散空军和陆军基地 既然上了缅军的飞机 那实际就是被缅军控制了 他们被安置在南散空军第931部队和陆军247部队的军官住宅和部队建筑内 名义上是说受到缅军军事委员会的全面警卫保护 事实上是被软禁扣押在了这里 无法擅自外出 沦为了谈判的筹码 缅甸媒体还爆料说 军事委员会的人告诉这些电诈头目的家属 一旦他们被移交中方就会被杀 过去这段时间他们都不能自由出入 因此他们只能高价从军方成员手里买到所需要的物资 几乎是花钱如流水 军方人员也借此捞了不少钱 据说呀 能被转移到这里 还是之前白索成花了10亿元人民币贿赂敏昂来才得来的保护 白索成没想到自己早就是敏昂来的弃子了 敏昂来收了钱 直接把他们以保护的名义给扣押了